如果要拿你的一个优点 去交换别人的一个优点 你会愿意吗 比如说我想要俊俊的升高 但是我要交换我的一个就是 永远吃不胖 永远吃不胖我可以拿我一个优点 那你可以拿什么跟我交换 我的忘性很大很容易快乐 我忘性不大也很容易快乐 那我就是 但是没啥优点了 我还有什么优点 很多啊 唱歌跳舞 也一般般说实话 努力 也一般努力了 系好 也一般般了 不要贷款我我系一般般了 我没办法你太优秀了 我有的你都有 你有我想要的 是吗 看你猜不猜的这种 猜我的长头发 我这身高在胚长头发 脱着地上 摇滚 是什么 你再猜吧再说两个 我的长头发 我的大眼睛 我的性格的小嘴唇 那是什么 我真的没觉得我的什么优点 天呐你真的很像很多偶像剧的女主 很多人都找我都这么说 非常 太适合演偶像剧了 而且你重点是你一点都不是在演 真的 我想要的就是你的适度的drama 哦 哦 哦 因为在我这个年纪要drama就会很难 哦 然后适度的drama就就更难 今天其实我们私底下聊天就觉得你 就很像偶像剧的感觉 但是又 也不觉得做做 不觉得 适度的drama 挺开心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天分来的很难做到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研究过 因为我就是比较早熟 我从11岁的时候 就是台式电脑的时候 就开始看各大偶像剧 就是我耳濡目染的 就是受那些女主角的那种熏陶 我每天都看这样子 然后我自己也就变成这样子了 哦 真的 有这种原因啊 我觉得有一点点 不会吧 我觉得不是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看了很多之后 他就变得没有了自我 哦 但你还是挺特别的 嗯 你跟别人的drama的方式 你跟别人的偶像剧的方式不一样 你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存在 比如说喜欢的就可能特别喜欢 不喜欢可能不喜欢 对 但只要是接近你了解你的就会喜欢 我觉得这个还蛮特别的 嗯